第一百二十九回,祭殿飛龍,妖婚盡數,滴烏掩衛,仙境長身, 話說逢吳徒走後,那口非劍眼看鼻子光一皎,便要毀滅, 若難看出那劍須是妖人所用,本質不差,毀了未免可惜, 黑口靈魂指揮九天懸陽赤過來,破了妖人香霧, 見清新元女照青花劍光不若,便將飛劍放出座箭, 抽控寫了敵人,高轎道,勤回莫懷者劍, 你自將他擋住,代我收了他去, 英勤元氏同了紫玲,興雲等,容紫瑩, 清索兩度光華在上面驅掃妖艷, 驚黑之間業已將近不視,昏雲散處, 一眼看見下面有人暗算若難,非見下來相助, 一照面,見光便將逢吳罩住, 只見一度血光一閃,妖人亦已斷備遁走, 心中正可惜下手曼了一聲, 幻想去破那口飛劍時,聽若難一哭, 亡即止住,那劍失了憑依,又有劍光圈住, 哪能飛頓,不多一回,便被哪數十道紅光圍住, 追得緩緩降下,若難將守一招, 連那炳零疏一齊收入法寶囊內, 英勤見若難將劍收去,回頭一看, 戰場上敵我形勢已大變, 原來虎爪天皇那敗獨戰裡空空吾文奇, 被嫌人應用飛劍追殺, 只見銀光一閃,燈時廢命, 天由羅漢形堤,劍光甚是靈活, 又懂得白眉針禮害, 韓岳連放飛針,驅備營體用妖法防身, 未能奏效,韓岳一著急,便將寶生夫人金丹放出, 一團巧魯大的紅光, 直朝營體打去,營體尿難抵敵, 想要修劍逃走,正如司徒平相了竹山七字中的金剛爪斥文化, 飛身過來,一紙烏龍展,一片烏光中燃出兩條膠籠, 膠頭展尾飛來,迎堤望著修劍, 慢了一聲,將雙竹齊塞搞斷, 還算他圓宮奧妙,怪叫一聲, 赴同破空逃走, 這一干擾人死散逃亡之餘, 紫聖下掌鼻神摩鄭元規, 陰陽臉指吳風, 青生圓女趙青蛙與史南溪四人, 還在使命之詞,尤其是史, 鄭二人最為厲害, 若論本領, 我未一班小同玩員非敵手, 也是妖人該遭劫數, 偏語建英, 雲匯俠, 紫瑩,清索雙劍出世, 又有哪一病久天元陽赤, 中有妖術且法也無處私用, 才有者長產敗, 者者不提, 那陰陽臉指吳風, 言語形題, 肇青蛙等人合敵寒惡, 一見敵人紛紛出戰, 正要迎上前去, 猛見妖陣被破, 從空中先後飛墜下六個人來, 一眼看到那最後落下的兩個矮子甚是臉屬, 不及細汗, 對陣女神同諸民已經飛到, 只得迎著膠起手來, 兩人合視敬敵, 劍光繳在一起, 殺了個難解難分, 這時妖艷幾散, 陽光透下, 恢復了清明景象, 吾逢詭計多端, 看見下面飛雷洞口光影雷, 橫顎著那日初來時所見的兩個道童, 護身金光被多日烈火風雷轟打, 已欣欣得此一團光霧, 情知這兩個道童像著靈父護身, 雖中擾發, 並未生死, 欣賞, 自己這面死傷多人, 敵人一個也不曾受傷, 明明形勢空多吉少, 現時史, 正義人不退, 不便單獨遁走, 早晚終須敗逃, 何不陷使法術, 分身過去, 趁那兩同護身金光散去, 秋紅將他們殺死, 可略未解恨, 想到這類, 敢運元宮, 將手一招, 空裝劍光縮地飛回, 與身相合, 重遊潮著諸民飛去, 諸民以為敵人身劍合一來拼死活, 也將身飛起, 與劍相合, 仍上前去, 誰知不逢暗死狡猾, 早已隱身往下飛墜, 剛限飛近兩個道同身旁, 正代行法破去那殘如金光, 施展獨手, 腳踩尖地, 猛鼻兩隻怪手將他擒住, 心中大驚, 還未及行法抵如, 宿地營面飛來一道黑煙, 立時一陣頭暈, 不省人時, 那諸民身劍合一, 去敵敵人飛劍, 幾個迴旋之後, 猛角敵人飛劍光滑味減, 忽然失了靈活, 彷彿無人駕馭一般, 先還恐是敵人詭計, 及見敵人飛劍一任自己壓迫, 恰巧寒惡德勝飛來, 看出破綻, 夢幻、獅子、敵人業已逃走, 現成便宜你還不檢, 一句話將諸民提醒, 又有寒惡幫著, 果然很容易地將那飛劍收了, 正在這時, 恰直煙瓶飛來, 一眼看到諸民獲勝, 對陣妖人只剩三個, 清新猿女趙青蛙獨疊靈魂, 連詩邪法義寶, 都被九天懸陽赤破去, 知窮力揭, 細張陶頓, 英瓊那女傭德, 嬌赤一聲, 紫紅殿閃般飛出, 照青蛙歌架頓光飛起, 被英瓊紫光橫掃過來, 指一妖, 身手熱柱, 那屎南極雨場被神摩鄭元規先戰興魂, 指令, 一個有尼陳番, 一個有青索劍, 神妙無窮, 有有靈魂往來測應, 妖法雷火全然無效, 鄭元規一見大路, 亡魂元宮, 願神還發大手, 從空往輕雲頭上渣來, 輕雲飛劍是我未至寶, 鄭元規所用飛劍原不是他敵手, 無奈妖人且發禮害, 更方便化, 輕雲久經大敵, 不求有功, 先求無過, 防衛時候較多, 及自鬥了一回, 見妖人非見光芒大減, 心中大喜, 正盼成功, 忽見頭上烏煙漲氣中, 隱現一隻大手渣來, 不由吃了一驚, 未容手劍防禦, 正如嫌人應斬了那帶, 飛身過來作戰, 見興雲危急, 銀光疾如電閃, 飛張出去, 與那大手鬥在一起, 偏偏這時靈魂又回身去救護若蘭, 身子被照青花伴住, 急切不能抽宮, 使,正義人一見金花子氣飛走, 陷腹, 不成此時下手, 更待何時, 雙雙一打招呼, 各將全身擾法本領一齊思維, 長臂神魔正元規了知自己非劍不是敵人對手, 索性收了回來, 只用元神變化應戰, 正元規以示敬敵, 再加上市南區雙手雷火猛烈, 妖法例害, 指令, 興雲和人應三人見世不佳, 只得用來塵翻護身, 勉強應戰, 以免有失, 興雲飛劍雖然營救活躍, 也難取勝, 雙方拼命惡鬥沒有半刻, 眾妖人一齊復諸逃散, 一於我未同門先後包圍上來, 滿天空都是法寶飛劍, 光華燦爛, 使,正義人先是急怒攻心, 存了有諦無我之念, 此時也心荒起來, 正元規首先覺出金花子氣二次飛來, 再如遠戰, 決無幸利, 正想套盾, 紫靈在彩雲掩護之下應戰, 一見靈魂, 英勤先後飛到,望哭, 周獅子, 還不將雙劍匯合去除敵人, 雪爬,便將寶番收起, 興雲聞言, 一指清索劍, 與英勤指光合而為一, 便朝敵人飛去, 雙劍合逼,威力大爭, 正元規剛要飛走, 願神已快被金光閘住, 由如青紫光華橫卷過來, 百險中斗生急志, 宿地將飛劍放張出去, 先時一陣黑煙一閃, 一道綠光形著青紫光華互相一攪, 綠光變成粉碎, 灑了一天的鬼火, 紛紛下落, 輕雲, 英勤被端指紋著一股紫聲風, 再抓妖人, 已不見, 市南區此時忽然見機, 一見正元規快被金光閘住, 放棄飛劍, 便知他准備棄劍逃走, 遭此慘敗, 細孤力藥, 終能傷害一二敵人, 又何際於事, 不如回山等烈火祖師回來, 再相報仇之賊為事, 就趁眾人為公正元規之際, 宿地兩手一揚, 十數團帶雷火朝指令, 仁英等打去, 指靈光把尼塵翻抵雨, 使南區已在雷火光中逃走, 令雲之道追趕不上, 便同眾人去救石, 照二人, 這時擾雲盡散, 清光大雷, 鮮山風蜜, 依舊清麗, 藍光水色, 幽絕人間, 除了地下擾人的絲身和血跡外, 遠然不像是經過了一番魔劫的氣象, 及至到了飛雷洞前一看, 好好一座洞虎, 以備擾人雷火轟去半邊, 感落朱鷹, 甘廷玉柱, 多半震成碎段, 散落了一地, 那石棋, 照燕而二人互生金光葉已消散, 躺在洞前, 奄奄一息, 令雲堅非雷洞受了重機, 非一時半時所能整理, 又恐妖人去而復轉, 須將他二人抬往太原洞內衣治, 才為穩妥, 此事後洞仍須派人輪流放手, 便問何人願任這第一次值班, 指靈芳要開然, 韓岳仙拿眼一看施逃平, 搶著雪道, 梅子願任首次值班, 但恐到力不濟, 平哥身回, 不比眾子梅以受多日露淚, 他又有月有真人似烏朗展, 意欲請他相葬梅子防守後洞, 料可無外, 不知大師子以為聲任否, 靈魂恩善後是多, 又忙著要救石, 照二人回原聲, 知道二人縮緣, 韓岳仍要借此和師徒憑聚色分別, 略一思考, 便即答應, 留下韓岳, 師徒憑防守後洞, 命人英, 英瓶, 興雲三人扶了石, 照二人, 大家一齊回轉太原動去, 少時在來收拾如盡, 師徒憑知道韓岳有些咬性, 雖覺他此舉有些不備形跡, 面子上還不敢公然現出, 指靈文言, 卻是大宗不以為言, 又聽韓岳當了眾人們 師徒憑造憑歌, 形跡太顯親密, 一些不顧別人此冷, 碎說眾同門都是深地光明, 不以為意, 也總是不妥, 有知二人緣業牽錢, 韓岳深浮生活, 萬一失檢, 連自己也算難堪, 心中好辛難過, 本想難了, 無奈靈魂已經隨口答應, 只得走在後面, 回頭對韓岳看了幾眼, 韓岳深裏明白只靈用意, 不禁又好戲, 又好笑, 莊作不知, 把頭偏向一邊去了, 至此兩人誤會月心, 暫且不提, 且說靈魂大了眾同門回轉大原動, 將石, 照二人放在石塔之上, 然後取出廟一夫人如恥的金丹, 命人應失入二人口內, 再用九天圓陽尺驅散邪氣, 二人本未曾死, 不過被擾發雷火困住多日, 身子疲憊不堪, 經此一番舊治, 不多時, 便行省轉, 靈魂吩咐常需慢慢調養, 不要下塔, 二人只得口中清謝, 靈魂救好了二人, 再拿著九天圓陽尺去救圓星, 先給他口裡塞了靈丹, 眾白真言, 將赤一指, 那九道金花和那一團紫氣, 便為著圓星滾轉起來, 不消片刻, 圓星駕叫一聲, 翻身中起, 一見主人同眾仙姑一同在則, 知是死女逃生, 忘有跳下塔來, 跪倒扣借, 靈魂道, 你這次頗受了些辛苦, 快出外血色去吧, 消時還有事要你做呢? 圓星叩了幾個頭, 剛剛領命走出, 英勤忽然想起一時, 愛了一聲, 便往外走, 靈魂亡問何故, 英勤回身道, 眾人都在, 破了妖陣之後, 獨不見米, 留意人, 患有神雕佛墓, 患有神雕佛墓, 原因他們辛苦多日, 一則妖法勵害, 二則今日也用他們不著, 命他們在太原洞前景備, 放有妖人偷入, 色彩回洞, 也未看見, 佛墓不怕有何災難, 只恐迷, 留意人的空難保, 所以想往後洞去看個仔細, 靈魂到, 便是我色彩也因後洞飛雷崖有好色妖人的私心血跡, 需人打掃, 欲待救了元星, 等他出動, 稍微運行血氣, 復原之後, 領了米, 留意人, 去往崖上打掃, 色彩衝衝回來, 不是你提起, 還以為異人士聽你吩咐, 在動外效命呢? 指令到, 色彩戰場上, 我見有一個兩面妖人和朱師妹對敵, 那絲忽用員工分身之法遁走, 意在成極侵害石, 照二位師兄, 曾見米, 留意人突然在飛雷洞前現身, 與那妖人交手, 指一照面, 便即一同隱去, 彼時正直匆忙之中, 不及趕去救援, 也不知他異人勝敗如何, 正說之間, 軟聲忽從動外進來貴品道, 米, 留意人說他們追趕擾人, 被佛毛追去琴來渣死, 施首爾帶回飛雷崖, 有佛毛看著, 現在太原動外後命, 靈魂略一沉思, 說道, 反正環有時分配他們異人, 命他們無需進動, 我等即時出去, 說吧, 便命人應看護石, 照義人, 大家一同出動, 米, 留意矮見眾人出動, 仍上前來拜見, 靈魂便民和妖人交戰經過, 米, 留意人光要開口, 原聲在旁, 大聲說道, 你異人還是實說的好, 那佛毛好不刁鑽, 我還吃過他不少的苦嘅, 而矮把臉一紅, 英勤早已看出, 渴問原聲鬼誰什麼, 米, 留意人之難隱瞞, 便由留意安宮身踏道, 弟子等自知道力不濟, 不是妖人的手, 初入仙山, 又急於建立一點功勞, 破完妖陣之後, 便隱身在旁, 等候時機, 後來見眾仙顧都忙於交戰, 崖前被困的兩位大仙卻無人照管, 弟子二人之鬧華身金光將要消散, 擋不住禮害妖人, 恐防有失, 便起了立功之想, 隱身守在二位大仙身旁, 只說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 等沒多時, 果然有一個妖人看出便宜, 化身飛來, 剛把二位大仙護身月光破去, 便被弟子二人出其不宜, 用旁門琴拿魔法, 合力將他琴住, 一看, 才知他是當年弟子等的師叔陰陽臉指吳風, 便將他帶往闢靜之處, 願想問他一些虛實, 再琴將回來, 敬不住他再三說好話, 弟子等上起師門大義, 心中不忍, 忘了他一向心辣手癢, 不合將琴拿法解了, 誰知這師一旦脫身, 便與弟子等翻臉, 那琴拿法原是先師未兵戒時所傳, 吾逢以前雖是同門一派, 卻並未學會, 不過那法雖如先佈置, 引人入曉, 充足之間, 不能使用, 所行那師有兩樣例去法寶, 事前因想脫身, 已經送予弟子二人, 否則定遭他的獨守無疑, 弟子等見他忘恩返世, 就要下手, 一面虛與威疑, 反而向他求情, 暗中想法底的, 未及司衛出來, 已經被他看破, 也是那師該死, 因之弟子等有入地之能, 境下絕清, 用法術將弟子等困住, 苦苦必白, 先要還他那兩樣法寶, 弟子等情之中了奸計, 本就難以脫身, 故作投降, 誠他不比, 打了一刻梅釘, 正宗他的左臉, 那師急怒交加, 吹動妖法, 四面都視烈火紅蛇包圍上來, 眼看危險晚分, 忽從空制飛下一刻一百兩隻火眼金睛大神雕來, 黑的一隻正是主人座下先擒佛毛, 白的一隻更是厲害, 首先衝入火英之中, 兩隻銀爪上放出十來道光華, 把那些火蛇一陣亂渣, 那雷火警不能傷他半斤無魚, 那吾逢仙不見機, 只管運用妖法, 及自見世不佳, 想要逃走, 及被佛無良爪將他前空後背一齊抓住, 再被白鵰趕上前來一抓, 一道黑煙醒處, 被佛毛生生抓死, 兩隻神鵰對命了幾聲, 白的一隻衝燒飛去, 佛毛抓了吳鳳屍身, 回到飛雷崖放下, 長明示意, 秦仙姑也命弟子等進動請, 命,弟子等不合琴敵右鐘, 幾糟不測, 還求主人和眾仙姑開恩遙樹, 英勤心想, 兩偽蹤敵, 只為觀念師們恩義, 情有可原, 便聽靈魂發落, 靈魂卻早聽出異仁環有些需不實不盡之處, 便道, 你異仁之史, 我已了之, 念在暗寶石, 照義先有功, 暫時免佛, 說罷, 便向子靈道, 有勞姊妹帶他二人和元星去往飛雷崖, 這姊妹發力, 吸取格崖山泉, 洗淨仙山, 鑑律他三人等將殘留妖仁師身碎體, 搬往遠處消化埋葬如可, 子靈巴不得借此去想機勸發寒惡, 欣然領命, 帶了三人便走, 靈魂恩掌教真人回山開虎在職, 未曾陣內環困著南海相同, 雖往賊汗, 便帶了眾同門自去, 不提, 且說寒惡, 司徒平二人等眾人走後, 便並肩坐在後棟門外石頭上面, 聚說別後經過, 二人緣有縮緣, 久別重逢, 份愛顯得親密, 司徒平畢竟多經憂患, 不比寒惡同心猶哉, 見寒惡舉動言語不守顧忌, 心孔五分教規, 遭受寵佛, 心中好生不攤, 卻又不敢說出, 寒惡祖看出他的心意, 想起眾同門相待情節, 顯有厚薄, 不禁生氣, 門臉路容對司徒平道, 我自到此間, 言說既是同門一家, 自然一體待遇, 若論本領, 也不見得傳給我姊妹強奢, 偏偏他們大半輕視我, 尤其齊大獅子, 暫時既尊中姊妹中的領袖, 本應自公無私, 蔡氏正理, 但他深有偏見, 對大者尚可, 對我處處用著權術, 不當人待, 如說因我年輕, 管得緊歇, 像大者一般, 有不妥的地方, 明和我說也倒罷了, 他及故意障礙, 既知我能力不濟, 那次我往未陳陣去, 就該名說陣中元妙, 佳義左蘭, 也省得我身陷內, 幾遭不測, 還當眾丟臉, 隨後好幾次, 都對我用了心機, 等我失利回來, 明白事已大者來訴說我, 還有哪次得哪七收劍, 連不遠我的人全有, 只不吸我一口, 明明看我出身而舊, 不配得哪仙家寶物, 更有大者與我骨肉, 卻處處行著外人, 你道氣人不棄, 只說等你回來, 素些心裡委屈, 誰知你也如此怕事, 我亦不貪神魔金仙淨果, 仙人好羞, 這類驅逐行棄卻受他不慣, 遲早總有一天, 把我必回止靈谷去, 有無成就, 偉知天明, 試圖憑知他外鬧小勝, 眾人如過輕是異類, 可以讀口指令, 不過自己身來, 不知底細, 不辨心說, 只得用言勸解, 說的話未免枯煩, 不著邊際, 寒惡不但沒有消氣, 反倒連他也親戒起來, 正說之間, 忽見神雕握著一個妖人屍首, 同了米, 留意矮飛到崖前落下, 見寒惡, 試圖憑在那裡放手, 米,留意矮便上前參拜, 略說經過, 稍有不實, 神雕便即長明, 韓岳也懶得問, 便命神雕看著屍首, 米,留意矮前往太原洞外後命, 自己仰與司徒憑說戲話, 師徒憑見他脆代行貧, 門臉嬌親, 想起紫玲谷救自己時, 許多心情物意, 好生心中不忍, 不著地遠與低性, 溫然撫慰, 說道, 我司徒憑百劫如生, 早婚必死, 多夢大者和你將我救活, 萬雪犧牲公衡, 同你回轉紫玲谷, 就是重當泥泥, 也所心甘, 無奈我無轉劫在職, 眼巴巴望我三人到時前去救他, 我未正教, 去取門人甚嚴, 僑倖得入門牆, 真是幾生修道, 二日去教樂母, 得本派助力, 自教容易, 就和樂母身上賞, 也應忍欲負重, 何況將來還可得一正果, 同門主獅子都是深地光明, 怎會分出厚薄, 只恐是見你年輕, 故意望你銳氣, 心中相待完事一樣, 中有什麼不對之處, 也須等見長教師尊, 自有公道, 此時負氣一走, 不但有你變作無理, 惡母千載良機, 豈不為我二人所誤, 寒惡難笑到, 你那女知道, 聽大者掃唇口氣, 好象我不知如何淫善此的, 只他一人和你使名二上的夫妻, 將來前途無良, 似我非和你有那久且私情不可, 萬說正果, 還須度極, 可不想我們這夫妻名頭, 既有母親作主, 又有前輩先尊作佛, 雖不是個師的, 神仙中夫妻盡有的事, 幽說劉環, 葛包, 就拿眼前的掌教師尊來說, 竟連兒女都有三個, 誰說已轉宿業, 到底是他親生, 還不是做著一教宗主, 怎地輪到我們就成下樓, 我早拿定主義, 偏不讓他撩咒, 可是親密依舊親密, 本是夫妻, 怕什麼旁人議論, 便是師長, 也只問得行修為如何, 莫不成還管道兒女之師, 我們又不做什麼醜事, 反正心自堅定, 怕他何來, 他既如此, 我偏倒戲, 和你回轉子靈谷去, 迎照往常修煉功課, 等掌教師尊回山開府, 再來參拜領分, 我和你好好努力前途, 多立內外公衡, 想教師尊記事先人, 定然連念, 略即原心, 一樣傳授道法, 既省煩惱, 還可爭氣, 只要我們腳筋立定, 不犯教規, 難道說因我得罪了掌教師尊的女兒, 便將我二人逐出門場, 那先人也太不公了, 怎能說到因此便誤母親大事, 便壞自己功課呢? 再過兩日悍悍, 如果還和以前一樣, 我寧受重遣, 也是非走不可, 試圖憑見他一派強持奪理, 知道一時發解不開, 只得勉強順著他說兩句, 願想敷衍他識了路, 過了半天, 問名指令之後, 再行勸解, 偏口指令領命飛來, 一眼看見二人並肩同坐, 以奔憲懦, 神態甚是親密, 知寒惡情摩爾森, 前途可慮, 不禁又憐又恨, 因後面米, 留意矮就要跟來, 只看了二人一眼, 寒惡笑著招呼了一聲, 仍如無視, 試圖憑卻看出紫靈不滿神色, 臉象通紅, 連亡站起, 米、留, 圓聲也相似來到, 紫靈當了外人, 自事不便心說, 便和疑人說了來意, 正要吩咐行事, 見神雕橫站在陰陽臉 妖人的屍體旁邊, 一爪橫握住不放, 見紫靈到來, 連聲掌明, 心中奇怪, 走過去定睜一看, 又問了原聲幾句, 忘哭寒惡跟前說道, 你看這妖人, 分明已將原神遁走, 如果潛藏在則, 豈不應可頑揚, 難怪神雕手著不走, 獅子命你二人再此放手, 責任何等重大, 你們只顧說話, 也不看過仔細, 又說妖人原神偷來復體, 就是被妖黨前來道走, 也是二日之患, 怎地這般操心, 寒惡聞言, 也低頭細看了看, 冷笑到, 大者賭會則被人, 你看妖人前腦後背, 已被神雕渣穿, 土長外露, 他如有本領還原, 豈能容容異意變被神雕渣女? 我和平哥已是多日不見, 母親超劫在職, 親無事的事後商量商量, 亦不算有犯青規, 如說妖人想弄原虛, 子孔梅子本領雖然不濟, 也沒這般容易, 而,這一番話, 當雀米, 留兩矮, 子靈聽了甚是難過, 略一沉思道, 如此說來, 不但我, 連神雕守在這裏也是多事的了, 說吧, 便對神雕渣, 這句妖詩, 由我們三人處理, 將他用單藥消化掩埋, 你琴敵有功, 少時再告訴你主人, 如今敵人慘敗, 難保不來生事, 可去天空遼望, 有無如葉來此窺事, 神雕問命, 爭取一廂金睛, 對子靈忘了一望, 展開雙翼, 盤空而去, 有無端之針, 不可短空而去, 不是有無端之針, 我們有無端之針, 有無端之針, 有無端之針, 有無端之針,